这边的主人公是朱祁镇,但我并不打算上来就给大家介绍这位皇帝 我首先要提起的是一个叫王振的人,准确的说是一个叫王振的太子 王振,河北魏县人,据说年轻时是个自由奔放的读书人 他曾经参加过几次科学考试 明朝的科学考试考八股,专考四书五经中的内容 由于王振同志性格活泼自由,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写八股之外的内容 这就导致他数次科考落地,连个举人也没混上 屡次落榜的王振深感前途回岸 想靠在科学考试里脱颜而出,成为进审 然后打入大明官场,某个一官半职是没戏了 但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王振很快找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条路 那就是当太监 王振具体是何年何月进宫当的太监,已经不可考证了 史书中只记载了在永乐末年的一个夜晚 王振手洗道路,把自己淹了 淹完之后第二天就去紫荫城报名当太监了 你可能觉得这事挺溜人,或者挺瞧不起王振这种混得不好 投身太监队伍的行为 但我觉得,王振称得上是一个狠人 一个有勇气把自己下半身咔嚓了的人 一定是一个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的 前脚踏进紫荫城,后脚王振头就大了 他以为自己进宫当了太监 不用多久就能升职加薪 当上总领理出任CEO 迎娶小宫女,走上人生巅峰 但他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紫荫城的常驻太监大概有一万人 混得好的就那么几个 自己想要往上爬,简直比爬喜马拉雅山还难 所以他默默地在紫荫城里等待了一段时间 等到成属诸地,人宗诸高士都驾崩了 宣宗诸战鸡登鸡,才算等来了一个机会 所谓富有诗书七字华 王振虽然当了太监 但毕竟年轻时读过书 站在一种太监里,总是比别人多上那么三分气质 他头脑又聪明,脑瓜转的贼快 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宣宗的血 宣宗认为,王振读书名里还算有点文化 放在太监堆里干出国有点可惜 于是给他安排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东宫菊朗 东宫就是太子的宫殿 菊朗就是服侍太子的下人 您别看是伺候太子的活计 但官位不小,足有正武品 而王振伺候的太子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明英宗朱祁震 朱祁震第一次见到王振的时候呢 觉得眼前的这个太监有趣极了 和自己以前见过的那些太监们完全不同 这位王太监会因诗,会讲故事 九州天文地理,四方丰富人情 无所不懂,无所不知 这让年幼的朱祁震对王振有了巨大的好感 相比那些只会卑躬屈膝 跪在自己面前的下人 眼前的王振对朱祁震来说 简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王振当然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眼前的朱祁震 虽然现在只是个睡觉还会尿床的小孩子 但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他就是大明王朝的新皇 自己把他哄好了 还从以后升官发财没有路子吗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朱祁震和王振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 王振成了朱祁震同年时代最好的伙伴 朱祁震熟悉他 信任他 喜欢他 并且尊重他 宣德十年 一代英主明宣宗朱瞻基 突发恶极 抢救无效人亡 同年朱祁震改元正统 即位登基 当了皇帝的朱祁震呢 并没有第一时间掌握朱祁震 因为他年方九岁 在满朝文武眼里 不过是个还穿开裆裤的小皮孩 所以朝政大权掌握在朱祁震的奶奶 太皇太后张氏的首帝 虽然小皇帝不能亲政 但是一些基本的人事调动 还是能自己做主的 所以他很快把自己最信任的王振 安排成了司礼监丙比太监 明朝的太监部门 一共有十二监 四司 八局 共计二二四的部门 负责做饭的上扇监 负责打羹的中骨司 负责洗衣服的换鱼局 等等部门 在这二四个部门里 福利带最好的 权力最大的 就是王振所在的司礼监 而司礼监平比太监 就等于司礼监的扛霸 之所以司礼监权力大 是因为平比太监 拥有一个非常牛公公的能力 批红 我们知道 明朝的政治制度 叫做票拟制度 意思就是大臣找皇帝办事 需要把内容写在一张纸上 送到皇帝的桌前 皇帝拿珠笔在纸上 写下一件的过程 就叫批红 大明复原辽阔 卧土千姆 江河万里 大大小小 头头脑脑的官员 足有两万人 这些人多半都找皇帝有点事 皇帝也不是钢铁侠 奏折堆积成山 忙不过来也得找人帮忙 司礼监平比太监 就成了帮皇帝忙的人 明朝中后期 一些权势套天的宦官 如刘锦 魏忠贤之流 都干过司礼监平比太监这货 那基本上就相当于二皇上 已经不能说是 替皇帝分担工作 而是自己替皇帝批红 直接把皇帝的活给干了 王振当然混不到那个份上 因为自从明朝开国以来呢 他没有一个能当权的太监 他没有前辈的路子可以借鉴 他只能自己探索 但让王振没有想到的是 想要做全秦朝野的大太监的梦想 似乎并没有那么难实现 因为王振还很年轻 但朝党上能制约自己的势力 已经开始衰老 并且走上了下坡路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武器 而王振有的是时间 和这些制约自己的人 慢慢啊 时光飞逝 日月如苏 一直让王振心有忌惮的 太王大物张士终于领了便当 朝堂之上也终于 再也没有能制约自己 王振很快就成了 全秦朝野的全患 这个过程很简单 也很一蹴而就 因为朱祁振已经长大 但他仍然非常信任王振 这种信任基于童年的记忆 深深地种植在朱祁振的骨子里 朱祁振这个皇帝很奇怪 他一不抽烟 二不酗酒 三不好女色 四不滥杀 相反 他是个非常规规矩矩的人 恪守当皇帝的行为准则 每天都老老实地打卡上下坡 也就是说 皇帝虽然把国家大权 全都托付给了王振 自己无事一身情 但他并没有因此自甘堕落 或者染上什么不良的嗜好 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太听王振的话了 对朱祁振来说 娘亲爹亲 王振最亲 天大地大 王振最大 所以当王振怂恿皇帝 玉家亲征 远征瓦剌的时候 朱祁振二话没说就统一了 玉家亲征这个想法 是王振先提出来的 但实际上和王振 并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年轻的皇帝 朱祁振非常渴望 自己可以向父亲宣宗 太爷爷长久那样 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军功 一来辅证 二来传出去还比较好听 三来还可以轻始流明 这个想法很好 而且之前也并非没有这样的例子 北宋真宗 玉家亲征 宋辽双方霸战 签订了禅员之盟 自己不比宋真宗 强他十个兆皇爷 到时候大军一出 把瓦剌人按在地上一顿锤 签个条约 还不是分文中的事 大臣们知道皇帝的这个想法之后 分分别而反对 朝党人群情激愤 大臣们吹胡子瞪眼睛 义正延迟的 治责皇帝 不能干这种慌的事 因为御驾亲征风险很大 瓦剌人不过是在边境骚乱 让兵部直接派部队 过去收拾他们不就得了 皇帝亲自上战场 打赢了举国还庆 那万一打输了 被敌人俘虏了 或者直接死在战场上了呢 大臣们在朝堂上 唾门星子乱飞 搞得朱祁镇很恐惧 因为当年太皇太后张 是和自己的父亲 宣宗皇帝交代过的 要尊重臣子 凡事多听取他们的意见 现在大臣们 因为自己要出去打仗 纷纷震怒 年幼的朱祁镇也有些退缩 但王震的愉化 让小皇帝毛色顿开 底下这帮大臣看起来 一个一个挺有气势 但实际上都是给你打工的 一席话把朱祁镇点醒了 是啊 我是皇帝啊 天下是门老朱家的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还用别人来给我指手画脚 我想出去打仗 天皇老子也拦不住我 后来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 明宗宗朱祁镇 带上自己最信任的太监王震 以及二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开拔前线 本来打算找瓦剌人刷上经验 没想到刚走到土工部 就被瓦剌人的骑兵促起 二十万大军死得死 伤得伤 讨得讨 基本上就算凉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呢 王震当然难辞其咎 他被愤怒的将士一锤拍死了 但杀了他也无济于事 因为大势已去 明军失去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 军队四散而去 连皇帝朱祁镇本人 都被瓦剌人给俘虏了 事情到这里 当然远远还没有结束 但本期视频到此差不多就该收影了 天子被服务 惊失震动 瓦剌军队长驱直入 城王朱祁镇临危受命 接任皇帝 并不上述于圈 血战北京城 朱祁镇重回紫禁城 这些都是后话了 历史小总结 本片呢 我们只谈朱祁镇 当然 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 那些史学家对着朱祁镇 一顿夸夸其谈 各种分析的行为 在我看来非常荒谬 理论分析适用于成年人 但并不适用于孩子 朱祁镇根本不明白 当皇帝意味着什么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本质上 他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而已 而一个孩子的想法和行为 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之所以他没有长大的机会呢 其实并不完全怪王朕 因为王朕所办的决策 真的只是朱祁镇的 一个童年玩伴 每个孩子都有资格拥有玩伴 真正让小皇帝 永远无法长大的原因 是一层又一层的王朝政治 太皇太后 内阁大臣 他们太过于热心 替皇帝遮风挡雨 把本该皇帝做的事情都做了 一群日夜起办大明王朝 可以作强作大的人 却是导致明朝遭受重创的罪魁祸首 他们没有给过朱祁镇学习的机会 也没有给过他成长的平台 从少年时代的宠亲宦官 到青年时代的御驾亲征 再到在土木铺翻车 荣获大明战神的称号 一切都成了明朝政治的必然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而有讽刺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听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入 我们下期见 我现在不是小孩了 这现在是皇上 我现在不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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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美教会 导致多年 我会做美教会 我从小孩了 我已经不想念 你不想念